都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,这么一看,肖战真的是一个极致浪漫的人,他总是喜欢和喜欢他的人分享自己的日常,每一部剧杀青,他都会分享自己在哪个角色中的时候拍的照片,和自己想说的话,每一部剧播完大结局,他都会很认真地写一篇小作文和角色,和观众告别,每一个传统节日,他都仪式感满满,自己画画,画画。 或者拍符合节日气氛的照片,在社交平台上分享,和工作人员出去游玩,他也会分享几张他喜欢的照片,这一次是久违的日常生活,戴着白色发带,穿着黑色无袖运动套装,很认真的打球笑得很开心,看得出来,他在享受运动,享受这一刻的闲暇,打羽毛球的肖战,真的元气满满,白色无袖背心,不加一点修饰也帅气十足,有一种独特的属于肖战的味道, 还有他的视角下的大树,蓝天白云和建筑,以及他自己,他真的有在好好生活,日常生活中的肖战,真的很林家大哥哥了,谁家林家大哥哥这么完美啊,肌肉线条绝了,这都登上新加坡,泰国,菲律宾,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趋势了,看来全世界都喜欢 这种阳光帅气又魅力十足的男孩子了,这和财官宣新代言的广告战,好像是有点不一样啊,果然认真的男人最帅了,这组照片真的每一帧都是高帅画报,大家都看了几遍呀,你们喜欢肖战分享的闲暇碎片吗,哈哈,怎么会不喜欢,麻烦这样的碎片,天天都来点好不好,每天都能看到新鲜的肖战,那可真是太幸福了,好不好。 大家好